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道德教育第13课 跟我这样生活吧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道德价值是中庸 我们来看课本第91页 数目不见了 好,这是小熊 小熊爸爸跟小熊 那么这只小熊呢 他正在用着纸巾 然后他不管做任何事情 他都用那些纸巾 所以呢 他的爸爸就告诉他 试试看有多神奇吧 他会告诉你 你用的纸巾是多少数目还来的 他爸爸给了他一个神奇的盒子 那么 这个神奇的盒子呢 就带领这个小熊穿过的很多的树木 然后也越过了一条用树木来建成的一道桥 那么 也给他去看了很多的树林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景象 那么这些树木到底跑去哪里了呢 这些树木呢 其实都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用的纸巾 书本 布纸 等等的 还有桌面 桌子 厨具 还有屋子 这些树木呢 全部被砍成 被砍成一片荒芜了之后呢 然后变成了我们日常所用的一些物品跟物件 那么这些树木很多被砍成一片荒芜了之后呢 人们都没有把它种回去 所以这导致了我们的环境已经严重的被破坏了 当环境严重被破坏的时候呢 其实地球就会变成生病的地球 因为树木其实对我们的地球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因为它会示范一些良好的空气 给我们人类呼吸的 那现在这些地球呢 而这些树木被砍成一片荒芜了之后呢 我们的地球也有可能会变成越来越热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遮阴 然后也没有办法吸收掉这个世界 这个太阳给我们带来的热能 那么减少用纸 想要环保运动 减少使用纸巾 购物时自备购物带的都是中用的行为 那什么是中用的行为 中用的行为就是说 我们做事情 我们要懂得节约不应该太过分 OK 除了在节约呢 我们还可以有做 还可以有其他的中用的行为 那那些中用的行为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来读一读这一边 那你在家如何与家人实践中用的行为呢 OK 好 我们这边来看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要环保 我们不要太过 太过量的去使用纸张或者纸巾 然后不要过分的去购物 OK 那么购物前我们要想想 这个东西呢 会不会变成一个垃圾 或者你只有一次两次你就不用了 那这些物品呢 其实都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一些破坏 那么这边说到适量运动 那么适量运动也是时间走中的行为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不健康 OK 所以不健康 比如说我们过分的去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啊 比如说煎炸的食物我们吃的太多了 或者肉类我们吃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过分的去吃它 这样就是一个中庸不对的行为 然后呢 如果我们没有去运动 也是一个没有中庸的行为 就是说我们可以适量的运动 OK 适量的运动 适量的饮食 适量的饮食 这些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太过的操劳也是一个 不要过分的工作 不要过分的运动 因为有些人他过分的运动呢 反而导致了他的身体不能够负荷 OK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慢慢的去 去体会 如果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运动的 那你就不要做太多运动 比如说 你可以做一些伸展也是可以 然后如果你的身体呢 是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你就可以一个星期最少做一个三次的运动 然后每次半个小时就够了 那么老师上网找了一些资料说 如果我们超过半个小时 或者每一次我们运动一日两个小时 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负担的 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 让我们去做 一下子做这么多的运动 OK 那么饮食均衡呢 刚才老师也说过了 我们不要吃太多的肉类 OK 那么我们可以吃适当的 适当的米饭 适当的适量的蔬菜 适量的水果 适量的肉类 那么水果 虽然说是很好的 但有些水果呢 它里面的糖分很高 那如果你没有适量的吃 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 像鸡蛋呢 也是一样 有些东西好像看起来是很好的 可是当你过分的去吃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它在我们的体内是太多了 OK 购买物品的时候 你先想一下 有些东西呢 是不是会造成浪费 OK 它是不是不够实用 那有些东西虽然说它很便宜 可是这些便宜的物品呢 是不是非常的不耐用 我用了几次过后 是不是我就会把它丢弃了 我就不用了 那些玩具呢 我是不是用了过后呢 然后我过不久 我就不喜欢它了 然后我就不用了 那么这些物品呢 你要先想想 这些东西到底实用还是不实用 OK 会不会对我们的体球造成浪费 然后你自己会不会把它 过后就把它当成一堆垃圾 堆在家里面了 因为你怕浪费 可是你却没有用它 然后你就把那些物品丢在 堆积在家里面 结果你的家里面变成一个 暗暗脏脏的环境 又或者说 不整齐太多物品 在累积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你的房间可能就越来越堆积 越来越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就不舍得丢 因为你之前买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好好想想 你要怎么买 然后变成家里的物品 都在堆积着 OK 好 妈妈说节约水电是美德 OK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怕热啊 然后他就一直一整天都开着冷气 又或者他没有用风扇 他就一整天都开着风扇 OK 然后电灯也是一整天都开着电灯 那么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环境 会造成污染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 有些污染是我们看不到的 OK 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污染着我们的环境 OK 好 这些呢 以后老师都会详细的跟你们解说 那么养成养好的习惯呢 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比较轻松 我们来读一读 养成良好的习惯 生活多轻松 OK 为什么他这样子说 为什么他会说养成良好的习惯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轻松 那么我们再来看后这边 OK 为什么要适量运动 OK 难道没有适量运动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轻松吗 因为有些人他没有适量的运动 他没有适量的饮食 OK 变成说他的身体 有很多的疾病 会生病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一个人生病 你的家里人全部都还要去照顾你啊 然后你还要变成去医院啊 躺在医院里面啊 这样你就会麻烦到很多的人 麻烦到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哥哥姐姐 麻烦到医生护士 那么就变成说我们的生活呢 会有多了一些的麻烦 然后就没有办法过得比较轻松 那么购买物品的时候先想想 为什么购买物品的时候 我们要先想想呢 因为当你买了一些不必要的物品的时候 买了多余的物品的时候 当你丢弃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麻烦你自己的一个 行为来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你买了太多的衣服 可是那个衣服呢 买了过来呢 这个衣服太薄啦 又或者这个衣服很快就破损啦 又或者这个玩具很快就破损了 然后呢你就不会再用了 又或者这个玩具 在你四五岁的时候买的 可是你现在已经七八岁了 你就不喜欢用这个玩具了 那么这些物品 你过后还要再去收拾啊 然后也会造成你的生活 没有这么轻松 然后你的房间也堆积了很多的物品 也会弄到你看起来呢 怎么说呢 还要去浪费一个时间去整理它 除此以外也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破坏 OK 那么节约水电是美德 节约水电除了我们 不会让我们的地球造成破坏 我们也可以说节省一些金钱在这个方面 好 这个小弟弟说什么呢 他就说我的文具还能用 OK 所以呢 当我们还有文具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去买新的 不要因为这个笔心笔很漂亮啊 OK 这个笔盒 文具盒很漂亮啊 那么我就去换一个新的文具盒这样子 因为有些人的文具盒可能还很新 那么你就可以用到它变成很长旧的时候 你就可以才去换一个新的文具盒 好 这个洗米水呢 用处多 洗米水 它这个水其实是有一些养分在里面的 OK 然后呢 洗米水 可以拿来倒进这个 盆栽里面 然后让这个盆栽呢 可以作专的成长 因为洗米水 它不是那种化学的水 所以如果是化学的水 化学的水就是说 我们用了太多这个洗碗液啊 这个洗碗液其实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不坏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 更温和一些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对环境比较好的洗碗液 然后洗米水还能够洗碗碟或者 妈门穿 OK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些不奢侈浪费 不吝啬的一个良好的行为 所以呢 中中呢 就是指行为 做事 不过分 不奢侈 或者过于吝啬 所以 节日水电 珍惜 资源 带人 谦和的 全部都是中中的表现 OK 所以 今天呢 你们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 自己整理房间或床铺 把整理前还有整理后的照片 私底下发给老师 OK 所以你们有一些时间 你们可以去整理 自己学习整理 如果不会整理 你可以寻求 家长的帮助 你可以成就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的帮助 你可以 不一定要收拾 房间或者床铺 你可以收拾 你家里的某一处地方 比如说书架 原本是怎样子的书架 然后你去收拾它 又或者厨房 你可以去帮忙收拾它 然后把整理前 以及整理后的照片 私底下发给老师 那么 也可以说 把家里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OK 你已经不再用的东西 你就把它丢弃 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呢 你丢弃了过后呢 你就不要再去买一些 不要用的物品了 OK 好 所以今天就到此结束